在上期视频中探讨了OpenEye第一届开发者大会的影响 其中对于普通用户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可以零代码定制GPT的GPTs 以及即将在月末开启的GPT商店 Semi Ultimate亲自提到 OpenEye会对表现优异的GPT创作者进行收益分成 那么在这样一个低门槛又竞争激烈的平台 一个完全没有变成基础的纯小白 真的有可能构建出脱颖而出的GPT并实现获利吗 本期视频将基于GPT制的竞争力核心因素进行分析 为大家带来一些兼顾入门和进阶的GPT构建教程 首先从运作原理来讲 GPT式的运行机制与先前的GPT插件功能是本质上相似的 它也是根据用户的定制信息生成出一份隐形的prompt 然后在对话开始前注入作为交流的上下文 这种方式不会像微条一样对模型本体进行实质性的修改 OpenEye也只需要保存每个用户的定制信息即可 因此GPT式的构建门槛极低 低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普通对话来构建自己的GPT 但同时上线也可以极高 高到先前GPT插件的功能都可以通过GPT式来实现 意味着现有的GPT插件都可以简单移植到GPT式上 这也是未来的大趋势 我觉得随着GPT商店的成熟 GPT插件功能极有可能会为GPT式彻底取代 影响GPT式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也就是创建者的可控要素 其实只有四个 分别是instructions 指令 capabilities 能力 knowledge 知识和actions 行为 它们分别对应OpenEye在过去一年 以GPT为基础开发出的四种外部工程技巧 指令对应的是提示的隐藏和预先注入 能力 对应的是调用外部模型和系统 知识 对应的是基于文件的外部知识提取 行为 对应的是基于功能描述调用第三方封装的函数和API 将这四种工程技巧合而为一 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GPT 从普通用户的视角来看 指令与能力的门槛最低 且非常容易被他人复现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知识和行为 尤其当它们利用独特的资源时 是难以被他人模仿的 知识方面的操作相对简单 主要是上传文件 而行为的定制稍显复杂 本视频将主要围绕行为及Actions的功能进行详解 如果你已经对其他要素有所了解 可以直接跳转到视频中关于行为的章节 指令与能力方面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而且已经有太多人讲过了 这部分内容相对直接门槛也不高 我就简明额要的讲一下 名称和描述主要是对外介绍你的GPT功能 帮助用户理解这个GPT的用途 Distructions才是真正会影响到你GPT输出的部分 为了确保输出与使用目的完全契合 你需要清晰指示GPT所需执行的任务 同时也可以设定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这部分内容可以根据GPT的实际表现 在使用过程中逐步调整 如果想进一步优化输出 还可以研究一下提示工程的技巧 Conversation Status是给使用你GPT的用户 提供一些对话启动事例 打开GPT对话窗口时 官方也会提供类似的使用范例 接下来是Capabilities 这里包括网页浏览 大力绘图和代码解释器等功能 默认情况这些都是开启的 如果你的应用不需要某些功能 可以关闭相应的选项 如果你觉得做这些手动配置太麻烦 还可以在Create标签页 通过自然原对话的方式进行设置 GPT Builder会根据你的需求 自动生成提示语 但它的生成上限不会超过手动配置 因此作为初始提示语模板 用用还可以 更精细的操作还是需要手动来完成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我尝试让它根据API 自动生成行为 但并没有成功 它只会将我的指示添加到instructions里 所以如果想要做更高阶的东西 跟着本视频学下手动配置 actions还是必要的 就像我前面说的 指令与能力并不是能够提高 你GPT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但是自己常用的功能 确实还是可以减少 重复编写提示词的麻烦 比如我要做产品的语言本地化 只需要这样一个未经雕琢的提示语 就能构建出对应技能的GPT并反复使用 这是实际输出结果 还是很方便的 至于知识方面 在操作方面没什么难的 就是上传文件而已 从技术原理来讲 当你上传文件后 系统会对文档进行分块 锁眼并存储其嵌入内容 利用向量搜索技术来检索相关信息 以回应用户的查询 理论上 你可以将各种文档和笔记上传 将其转化为一个独特的知识提取器 但事实上 它还是存在各种限制的 我自己在实际测试时发现 当文件数量超过10个的时候 系统无法保存新文件 而且单个文件不得超过500兆 这意味着你最多只能上传大约5G的内容 如果实在有大量文件需要上传 那就需要借助工具或编程手段 来合并并均匀分布你的文本内容 不过对于大多数应用场景来说 5G的文本容量已经足够 如果你手头有特别高质量的独家文本数据 那么这毫无疑问 可以显著增加你的GPT的竞争力 这样的内容资源是别人难以复制的 可以让你的GPT独树一致 另外一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 根据官方的说明 如果开启了代码解释器的功能 那么上传的文件是有可能被下载的 因此如果你需要保护你的文档内容 别忘了关闭代码解释器的功能 接下来讲重点 也就是如何进行Axions的自定义操作 许多App在介绍这一部分时 通常使用Zapier提供的线程事例 Zapier确实整合了众多应用 用起来也很方便 支持直接从UIL导入Schema 但它并不能涵盖所有的API 尤其是许多国内应用的接口 而且如果你想将自家的算法和模型 封装成API并在GPT中调用 又该如何应对 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讲讲 GPT是Axions的通用设置方法 但在开始之前 您有必要对API及其调用有个基本的了解 如果您已经对API了如指掌 也有实际调用API的经验 就可以直接跳转到下一张 所谓API就是应用程序接口的缩写 也就是应用程序的开发方 将某个功能具体实现信息 掩藏起来 仅仅提供一个接口 其他开发者如果想使用这个功能 只需要按照开发方提供的格式调用即可 无需关心其内部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接口一般有两部分构成 请求方法和请求UIL 请求方法可以简单理解为动作类型 请求UIL可以理解为资源位置 同一个请求UIL 使用不同的动作意义也就不同 比如这样一个请求地址 如果使用get方法 一般意味着获取用户列表 如果使用post方法 一般意味着新增用户 除了get和post外 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但就GPT是调用来说 知道这两个也就足够了 API调用通常需要定制化 这就涉及到参数的传递 参数的传递方式也分很多种 但对于GPTs 能够分辨出路径参数和查询参数 一般也就足够了 常上网的朋友一定看过类似这样的网址 其中.com为止的部分是域名 后边的部分是路径 在问号后边的就是查询参数 表示年龄为25性别难 属性名和属性值用等号连接 不同属性用和号连接 而路径参数则不需要问号 直接嵌入在URL路径中 比如这样 就表示访问用户名为Lulu的用户信息 正规API通常遵循上述规范 但具体的调用方式和细节 往往还是需要参考开发方提供的文档 那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API实战一下 给你三秒钟说出这个API的域名路径和参数 这个参数是路径参数还是查询参数 那么公布答案 你答对了吗 没答对的同学请自觉回到上一章重看一遍 因为这个API的请求方法是GET 所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并回车 也是同样可以看到结果的 更加复杂的API可能需要用到Postman 具体用法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 那我们根据这个API新建一个GPT 名称为机房地址检测器 描述是给听任意网站域名或IP 返回其机房所在地 提示语业很简单 用户输入任意网站或域名后 将其作为查询参数调用API 返回结果中的DZ字段的对应值 就是机房所在地 并将机房所在地分别翻译成日语和英语 连同中文原文返回给用户 这个提示语虽然没有经过精雕细琢 但是已经正确描述了用户的输入和结果的后处理过程 在capabilities设置中 我们不需要任何额外功能 所以可以取消勾选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Actions设置 你可以从Examples中选择Zson格式的模板 然后进行模改 其中 URL换成刚才API的域名部分 PASS代表域名后的路径部分 但不包括参数 这里的GET表示方法 如果API的请求方法是POST 就需要改POST 我们这个本来就是GET 所以不用改 描述换成我们应用的描述 Operation ID可以改成GET Location 在下面的参数列表中 只需要把Name改成IP In表示参数类型 因为我们的也是查询参数 所以Curary不用改 但如果是路径参数的话 这里要改成PASS 字段描述的话 改成任意网站或域名 Required为True 表示这个参数用户必须提供 下面的Schema表示该字段的数据类型 我们的IP字段也是要求字符串 所以不用改 修改完成后 点击右上角的Save即可 那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 比如输入百度域名 就可以看到G房所在地 以及对应的日语和英语翻译 再测试一下Bilibili 也正确返回了结果 互联网上有大量免费API 各位用搜索眼琴搜的话 一搜一大把 按照上面的思路 添写即可 但也有很多高质量的API接口是收费的 这样的话就往往需要用户验证 用户验证有可能是API Key方式 也有可能是All-Auth方式 就把GP的安全策略给办了 以上就是构建GPT的基本方法 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不需要编写任何代码 哪怕是纯小白 如果有好的idea和资源 再巧妙地缝合好数据和API 也完全有可能拿出独特而又具有竞争力的GPT出来 当然 能否获得成功并盈利 这要有许多因素决定 比如运气 比如先发优势 所以有意投入的朋友 趁着商店还没开 先赶紧动手手戳几个GPT出来吧 放心 作为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的人 我不会跟你们卷这个 除非他给的真的很多 那本期教程就到这里 祝各位的GPT能脱颖而出 也祝各位少日发财 那我们下期再见